昨天我想大家都针对日本防务省发出的讯息 非常的震惊 那大概有四个弹道飞弹 飞过台湾的上空 那我相信这个消息的震撼来自于 第一个我们国防单位没有让大家有任何的警讯之道 所以当看到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诧异 甚至担心这样如果插枪走火的话 对台湾跟日本的经济海域附近 这些人民的生命安全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我也呼吁中共应该尽速就停止军演 不要再让这样影响区域稳定跟和平的这个状况持续 那第二个是不是大家对于我们的国家 在国防上面跟治安方面的疑虑更深了 包括昨天整体看到很多的单位 它的这个支枫单位的被害客入侵的事情 所以加强整备之外 让国人进入一个是一个威胁跟担忧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要如何的自处 那国家的这个相关单位如何让我们知道 有一些讯息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协助之下 能够尽速的稳定国人的这个军心或者是民心 毕竟这个事件在近日呢是突然间的升高 那大家的心理准备都不够 那我也呼吁第一个我要感谢非常多的国军 在这个守备的这些相关的作业人员的辛劳 那也希望说这个事情能够尽速的落幕 那毕竟两岸也好 亚太的局势也好 各方都应该要能够冷静的面对 透过谈话也好 透过这种相关的一个协议也好 尽速进行不要有军事跟相关的区域危险的事件 或演习发生 尽速能够停止军演 然后恢复大家在于一个区域稳定上面的合作方案 这次我想裴洛西来台湾 她对于民主承诺这个部分的友谊跟和平之旅 我们当然是欢迎的 那毕竟在一个亚太地方 台湾作为这个印太里面的一份子 本来就是可以有各方的重要人士来访 但是中共的反应 以及中共用武力军演的这个方式来威吓 甚至呢让世界知道 她对于台湾主权这件事情的一种坚持 以及她的这个目的 都让大家觉得她是一有所指 甚至是在两强之中呢 她就是以台湾为筹码 这个我是强烈的谴责 也觉得她的做法是把台湾人民越推越远的一个方式 那毕竟现在在整个印太也好 或国序歧视也好 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 那中俄之间如果又以霸权的姿态 那当然民主国家 特别亚洲民主国家 一定会更有整个警觉性 甚至不得不一定要加入某一阵 那这个都是各方这个对质之下造成的后果 这不是原因嘛 所以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之下 以民主的这个国家的姿态呢 跟各方特别是在亚洲的地区呢 担任一个和平的使者 以及能够稳住我们自己 站稳住在这个经济或地缘上面的一个优先性 所以国人要有信心的是 我们其实在相关的产业上 确实是还能够在国际形势里面呢 取得一个优先的地位 那很担心的就是在警邻的这个军事威胁 或者是武力动吓之下 那国人内部呢 不够的这个冷静 甚至有这个意外的一个情势发生 所以双方都应该要面对 能够在相当的资讯 以及公开的一个协议之下呢 我们能够要求国际社会跟台湾站在一起 然后中国的这个军演呢 立即可以停止 这样我觉得还能够取得相当可能性的对话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进行 那我们民众党也好 那我们在地方上的这个参选人也好 我们都会非常的关注 如何让我们自己的角色 以及我们跟国人一起的这个 努力的用心呢 让大家可以一起有团结的一个意志 那不至于就是说要用意识形态 又来分化彼此 然后造成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个冲突